大家好,我是黑Jones首席电工 夏天快到了,去海边玩自然少不了小巧又防水的GoPro运动相机 正好我们刚刚收到GoPro公司送来的全景相机GoPro Fusion 本期就由我为大家带来GoPro Fusion的完整使用体验 开箱 包装还是GoPro的风格 除了GoPro惯有的支架、锁扣等小配件之外 Fusion还多了一个自拍杆及外包 底部滑轨安装支架,位置可调 需要安装两张MicroSD卡 从文件夹名来判断 两个镜头分别记录在两张卡里 一张卡记录了前摄,一张是后摄 每个原视频近似正圆形 需要通过软件后期合成360度视频 机身另外一侧是USB-C的接口 支架配件接口和GoPro配件系统通用 自拍杆身长大概一米 手柄位置可以变成三脚架 机身深灰色 挪杀材质的外壳 通体厚实 镜头外露 一前一后摄像头错位放置 机身只有两个按键和一个简单的LED屏 没有触摸彩色屏 所以研习了GoPro Hero 4 及以前机型的操作逻辑 机身侧面MOD开关键 按一下开机 继续按切换模式 长按关机 关机状态下 可以直接按正面的录制键 开机录制 支持语音控制 GoPro 拍照 GoPro 开始录像 GoPro 停止录像 GoPro 翻机 但还是推荐连接手机后 用APP当取景器 才能更加直观构图 然后拍摄 素材成像 竟然是相机 说说画质 色彩艳丽 饱和度高 曝光正常 一句话总结 继承了狗溜的优秀画质 室内或者车内的弱观环境下 也都比较满意 最高输出5.2K ProRes 422格式视频 但是数据量巨大 个人用户来说 输出2K H264格式已经足够 拍摄后两种方式获得图片和视频 一 连接手机GoPro App 编辑并保存 2桌面软件Fusion Studio编辑并保存 可能是使用两张卡同时记录 需要靠软件接缝 或者360度视频本身数据量大的原因 两种方式的速度都很慢 一段40秒的视频用GoPro App导出 耗时8分钟 一段20秒的视频用Fusion Studio导出 耗时5分钟 拍摄建议 保持拍小段拍多段的拍摄习惯 二次编辑的意义 360度相机在拍摄视频和图片后 观看过程中可以滑动画面改变视角 对于这种呈现方式我们早已审美疲劳 并且最大的问题是 全景素材无法和我们的普通视频结合起来 于是GoPro Fusion给我们指明了另外一条路 全景视频的二次编辑 通过二次编辑 可以得到变幻炫酷的全景视频 可以重新捕捉到拍摄时没注意到的画面 可以变成有前后镜头切换的分镜头 可以模拟多机位的视角等等玩法 正如Fusion的slogan 捕捉一切美好 意思就是说 Fusion记录了当下的所有一切 最终呈现出哪些画面 由你自己来选择 吐槽一点 Fusion Studio无法做这种全局变化的效果 想实现这种效果 目前只能借助手机端GoPro App来实现 关于Fusion的后期心得 请关注我们后续内容 增稳 手持拍摄也能得到这样的增稳效果 基本令人满意 接缝 强光线的环境下 接缝不明显 堪称完美 弱光阴天下可以看到接缝 特殊情况下 比如水中 放大后还是可以看到有明显接缝 拍摄建议 以自拍为例 建议一个镜头完全对着拍摄主体 避免镜头对向左右两边 近几年 全景 VR 360度视频等等概念火爆全球 GoPro自然不会放过这波热潮 但是观看全景设备 以及网站平台 还不够完善的前提下 全景视频如何和传统视频融合 一直都困扰着用户 甚至闲有厂商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在GoPro Fusion上 我们似乎看到了全景视频在应用中的新可能 虽然有国行价5698的尴尬 后期速度慢等问题 Fusion凭借其优秀的画质和全新的定位 依然是你选购全景相机时绕不开的重量级选手